手机版里面的网页的地图 然后呢 把地标放上去 比如说我今天在望华区中 中华路这个地方 你看到的就会是中华路那个地图了 因为在基石里面没有办法 所以你现在点击 它不会有任何作用 因为它里面没有一个浏览器可以开启 那我们大概先了解一下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在我们的书上第五章 我们先来看一下 里面的话呢 到底有哪一些比较重要的 这个 首先的话要了解一下 这个资料从哪边来的 那第一个就是说 将来的资料 尤其是官方的资料 它都会利用一个所谓的公开资料的方式 提供给一般的民众去存取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网路上 很多的是开放资料 然后我们只要抓到之后的话 可以在我们APP上面显示 那也就是说 像有一些比较有名的 像什么台铁的那一些APP 实际上它也去抓什么 抓台铁的开放资料 然后呢 你就可以做火车时刻表 或者说你有一些政府机关 它有一些开放资料 那你也可以怎么样呢 你也可以抓它的资料 来显示出来 而且这个资料是即时的 有些是即时的啦 它格式很多种 那有一些不是即时的 所以其实你可以把资料从它的云端上抓下来 像这个这个旅馆的是几个Jetson档 那我们直接这个Jetson档 你可以从网路上抓下来 或者是说呢 你可以用连线的方式抓 或者说你可以先抓下来 然后自己再把它格式成自己的 不过这个有个缺点 就是说如果它上面更改 那你底下的东西 如果没有再更改的话 那就会有问题了 没有办法即时 所以你可以看这个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网站在哪里 基本上你们只要找这个网址 就是 有没有 hdbdata.taipei.gov.tw 那这个网址的话 你把它进去里面看一下 这里面基本上就有开放 Google里面 查一下所谓的开放资料 你就可以查到 其实政府机关呢 很多是开放